她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整天小心思不断 现在要去当飞行员 跟我开始异地恋了 我怎么能放心 她每天训我 训得跟小朋友一样 每次吵架我都让着她 对她百依百孙 她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她对所有的女孩都特别好 甚至还跟前女友有联系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正常联系而已 是她想的太多了 她说的她自己都不相信 我怎么相信她 现在要么是她留在我身边 要么我们就分手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廖 24岁来自贵州学生 女嘉宾小谢 23岁来自贵州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了 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出去玩 她发现我也正好在那儿喝酒 她就来找我玩 不是 你们在哪儿喝酒啊 在老家 酒吧 你在酒吧喝酒 她去了酒吧 酒吧偶遇 对 然后就好了 没有 然后她就等我们回到天津以后 就追我们 老乡在天津读书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我明白了 小片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啊 要当飞行员了 对 好啊 去啊 但是她现在不放心我嘛 她说咱们一地 她说我现在就 总和女孩关系挺好 她不放心我 你喜欢飞吗 对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那就飞呗 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天津和她吵架 干嘛呀 她又是去当飞行员了 然后我要考研 然后我考研究生以后 我俩肯定就一地了 我觉得一地以后 她肯定不行 就是现在 我们俩天天她在一块 她都好多这种花花肠子 那等到一来地以后 我还怎么好好学习 就天天想着她 和这个女孩聊天 和那个女孩出去玩 不是 她现在 怎么个花花肠子呢 小片里面好像 我记得听到一耳朵说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这样 是你说的吧 对 她在眼皮子底下 都干了哪些事 就一开始 反正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觉得都挺好的嘛 她对我也很体贴 结果后来再一块几个月以后 发现她对所有女孩都这样 给人拿快递 送人回家请人吃饭 然后在八月豆腐 说我俩在家的时候 她还和女孩出去喝酒 喝到半夜 那天我还在生她的气 生她的气 她大概下午七八点 去和那俩女孩 三人出去喝酒 喝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她想起来我生气了 然后过来我家楼下说 你下来呗 那我那么生气 我不可能说我就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您知道吗 她走了 她走了 而且您知道 她走去干吗吗 跟女孩接着喝酒 没有 她去送人女孩回家去了 那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 这都散了 还专门跑回去送人回家 这些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姑娘 看到手机 真的 是